二人磋商充满旋令 中国有意创造奇迹 和哈马斯何时再前往北京 与法塔赫会谈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学习林硕 在近日召开的例行记者会上 对外界一直关心的 哈马斯何时再次前往北京 与法塔赫举行二人磋商的疑护 外交部发言人毛邻娜 说出了回应 根据上一次哈马斯和法塔赫 磋商后发布的消息来看 第二人磋商的时间 原计划定在了六月份 地点依然是北京 这也就是说呀 二人磋商的计划是有的 只是什么时候开始 如今却成了迷 对于这样一种结果 其实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们分析巴勒斯坦危机的时候 一定要认识到 尽管哈马斯和法塔赫 同为巴勒斯坦政治团体 但两个政党的施政纲领 却有着根本的不同 一个是主张用武力 来争取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力 一个是主张以和平的方式 执行稳定与均衡 为了确保自身对巴勒斯坦的领导地理 这些领来呢 这两个组织可没少干账 最严重的一次啊 甚至是法塔赫还被打跑过 这场内战呢 发生在2007年 当时啊 法勒斯坦宁盟政府瓦解 约旦和西安 被法塔赫当局所掌控 而哈马斯为了彻底掌控袈裟 不惜将枪口朝向了法塔赫成员 即使这些成员也是巴勒斯坦人 从那以后啊 双方就开始各管各的 法塔赫制定了巴勒斯坦基本法 执行总统和首相的内阁制度 人民的生活相对稳定 但经济发展基本依靠以色列 作为抗战政府的哈马斯 肯定是看不惯与以色列有联系的法塔赫 所以呢 这两个组织呀 一直以来都是水火不容 中国能让他们不远万里 跑到北京坐下来会谈一次啊 就足以称得上是外交上的奇迹了 然而呢 这一奇迹啊 并没有促使双方通过对话 来实行内部的和解 如果可以的话 中国当然想再一次为巴勒斯坦人民啊 创造战略窗口 但任何一个熟悉巴以冲突历史的群众啊 心里估计啊都明白 这不是我们丹法民能解决的事情 中国顶多是给他们创造机会 能不能把握住就看他们自己 目前呢 哈马斯面临的最大难题呀 是加沙战争的最终基金 以色列想要彻底铲除哈马斯的决心啊 极不可动摇 哈马斯要么就解散 要么就与法塔赫融为一体 成为一个比以色列任何的非武装组织 因此呢 哈马斯在与法塔赫谈判的时候啊 手里的筹码其实是非常少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 尽管中国可以为他们提供会谈的机会 可无论怎么谈 哈马斯都很难拿到自己想要的 这就导致了双方之间的第二轮磋商啊 依然充满了权力 至于二轮磋商计划还能不能落实 那就要看哈马斯什么时候愿意让步 法塔赫什么时候能真正的意识到 缓解才是力量的道理了 好 本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各位朋友我们下期再见